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视频 我是谢崇宽博 好 今天应该是我Channel 5的一个总结的一个后话 然后和大家度过了这么一段时间 应该是我做科研过程当中最开心的一点时间 谢谢大家的陪伴 然后我做这个视频的最初的动机可能就是想一想 自己在国内可能 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 然后最初的动机可能就是想增加自己在国内的影响力 然后让更多的小伙伴们认识我 然后也能快速的跟着我的一些实力来掌握使用Channel 5 这就是我最初的动机 可能也有一点私心 就是想增加自己的影响力 然后这个讲课体会 就是我根据和大家的访讳和互动 通过在B站或者是在我们微信群里面的互动的话 我是强烈感觉到小伙伴的科研需求 然后每次解决了某个小伙伴或者是一些问题或者是云南杂症 然后都会很有成就感 虽然大家都会说感谢我或者什么之类的话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对我来说不是我追求的东西 其实我个人的群态的 你现在的感觉就是想让大家学习了更多的东西 然后让你们在科研的路上 比如在解决某一个问题的路上少走弯路 然后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 或者是来做更多的事情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强迫自己学会了很多以前不熟悉的内容 比如用这个ODF来分析自购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我的文章 我是没有用过ODF 做过任何科研分析的数据 所以说我通过和大家 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然后自己也学了这么多东西以后 我感觉我可以把我这个ODF用到我以后的 或者是我现在的自购分析研究当中 应该能提取到更多的自购雅化的一些信息 然后我个人的变化是 我觉得我现在是虽然可能不到一个月 差不多一个月 可能我现在可能更愿意和别人分享一些东西 这样的 其实这样的话 我并没有试着什么 然后向往我是得到了更多的东西 而不是闭门造车 也更开阔了我的科研思路 所以说我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和我的积极交流 然后为什么我现在还要继续制作这些公开科普视频的动机 就是从这次动机然后变成现在的动机是什么 然后一个主要是我不想自己的自由 或者我总结的一些我觉得可能有用的东西 然后被当做麦神器给卖了 比如我可以完全可以把我制作一线一线的视频和某一个平台合作 然后通过高价卖给他们 但是这样就是对我会造成一个困扰 就是比如我在产业院我做过武器视频 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我感觉我自己被卖了 因为我做的视频内容我不能自己分享给其他人 或者是让更多人知道 我都没因为那个东西已经不是我的 就现在是版权 那个视频版权已经不属于我个人 我就感觉很奇怪 所以说我现在的动机是让更多国内 分站在科研一线的硕士和博士 然后更容易接触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这不是我我这里不是说要版个字节 或者是我自己有博士 纯粹是为了我个人的自由 然后我想我自己的东西 我什么时候想用我就想 我就可以随时可以用就行了 没有任何限制 就比如我现在如果我要讲TKD 或者是TOS EBSD的内容的话 我就可能会比较受限 可能就不能随意的发挥 好 如果大家 接下来如果我制作的视频 怀向比较好的话 我可能会制作讲的视频内容安排 但是具体日期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 然后我可能接下来讲的第一个内容 就是MTax 因为MTax的话 还是很强大的 就是能做很多 基本上Channel File能做的功能 或者是能做的东西 MTax应该都能做 然后它也有一些扩展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算你要知道你的华语面 或者是华语方向 还有你的比如说GND 就是未错的估计什么的 MTax现在也是多能做的 大家可以去它的官网 你就百度或者Google搜一下MTax 你就知道它大概是讲了一个什么内容 然后我所知道的就是在英国的很多小伙伴们 都在用MTax来分析数据 然后就是因为我现在也在做 Hair Solution EBSD的一些研究 然后我现在也是在学习 然后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会和大家讲一讲这个HR EBSD 最少也给大家的科研的路上增加一点 比较有深度的东西 然后也会讲一下Aztec Ads 然后这个因为现在是牛津仪器 他们开发取代Channel 5的软件 所以说Channel 5可能过两年以后 牛津仪器就不会再提供了 也不会提供任何相关的服务 所以说大家现在有Channel 5的就且信且珍惜吧 其实我觉得Channel 5还是挺好的 我个人用着还是比较舒服 然后因为前两天也有权利 有小朋友在说一些另外的开软元件 比如Item或者Atex 我以前也用过 然后也 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能就是静下心得好好用它的话 应该也会用得比较顺心 或者是比较恶心的时候 然后也能得到很多数据 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个人偏好Channel 5 Channel 5的话 因为当时是像课题种里面是没有钱来买这个东西 就是所以说我是当时是自己买了一个Channel 5软件 所以说给自己为了更高的科研需求 然后自己烫腰吧买了一个Channel 5的软件 然后另外我可能会讲一些SCM或者EBSD的基础 然后和他们的一些应用 比如为什么别人拍下的照片会比你好看很多 然后为什么别人能得到更细节性的东西 而你得不到 然后我也会慢慢准备吧 然后就是最大化EBSD和EDS的功能 因为我们现在的电机有这么一个能同时做EBSD和EDS 然后你具体你要怎么做 然后你要看到什么具体的信息 你选择的电压 选择的电流 选择的比如是其他的参数不一样的话 你通常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然后电子探针 这个是我在培训在培训当中 然后应该是我以后可能会用的比较多的一堂引擎 这个主要是做成分分析它的定量 然后但是它的分辨率不是很高 不能当到TEM 他们可能现在目前最大的分辨率 可能就是0.1个微米 可能100个纳米 然后如果大家小伙伴们有更好的建议 也可以在圈里面或者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然后这是我的分析讨论群的2MTAX 是左边这一个 然后如果就是如果已经在群一里面的小伙伴们 就不要加入了 然后因为通过扫码加入的话 只能添加100个人 所以说大家把机会留给更多需要的小伙伴们 然后右边是我一个个人的收款 然后这个是最强制性的 就是如果你觉得我讲的比较有用 然后对你的满足你的需求 然后你可以支持打赏 然后刺激我这种更优质的视频 当然我肯定靠这个是发挥了才的 所以说大家全切是为了满足我的个人的虚荣性 或者是成就感 然后让我觉得 做这个视频还能赚点 也不是赚点吧 就是觉得自己被人认可的感觉 如果大家觉得比较反感的话 你就可以忽悦不记就行了 OK 然后好 再次谢谢大家 一直以来观看我的视频 然后给我听了很多建议 然后我们江湖下期再见 具体M-TEX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话 我个人觉得的话可能这周末吧 这周末可能会开始 开始这个M-TEX的系列的讲座 好 也希望大家能够到时候收看我的视频课程 然后谢谢大家的参与 好